歡迎收看五期金錢報 帶領了解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曾萬文 台北股市在昨天 經歷一個報復性的反彈之後 今天沒想到又打回原型 今天台北股市在電子股 尤其像是鴻海 可城 還有加聯益 這平蓋股的一個沙盤之下 讓台北股市的電子股的壓力 特別的一個重 所以讓台北股市 今天感覺就像外面的天氣一樣 越來越冷 而講到這個冷 你可以發覺 其實最近澳洲的氣象局 有特別預告 反聖音現象代表的 急寒跟酷寒 又將即將的來臨 這對於台北股市 在選股策略 可能又有一個新的方向 另外我們要關注到一個重點 是美國的稅改 在即將完成之際 沒想到歐洲五國的財長 特別延伸潛力 美國的稅改 是違反WTO的精神 到底違反什麼樣的精神 待會來討論 但重點是 川普上任以來 對於WTO 一直在做阻撓的情況 所以未來 原本全世界發展的多邊貿易 有可能會變成單邊貿易 對於世界未來的經濟貿易 會有怎麼樣的影響 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重點 今天現場請教到四個來賓 第一位是台大哲學教授 院舉證 資深分析師葉俊敏 資深媒體人丁萬民 以及資深分析師 孫玉廷坦克爺 那我們進進到廣告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討論 川普的稅改 為什麼會變成 跨國企業的緊箍咒 就在美國稅改即將完成之際 原本市場上在擔心說 美國稅改會讓很多的製造業 回歸到美國 這是原本大家擔心的 沒想到現在歐洲五國財長 包括像是德國 法國 英國 意大利跟西班牙 這幾個主要的國家 昨天聯名寫了一封信 寫給誰 寫給美國的白宮還有財政部長美努欽 他裡面有特別提到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稅改分為兩個版本 一個是眾議院的版本 一個是參議院的版本 那他裡面特別提到 眾議院裡面有一個版本 叫做特別消費稅 是20%的一個稅率 這個特別消費稅是怎麼樣 他基本上 他是要限制跨國企業 透過一些海外的子公司 進行內部交易來避稅 簡單來講 川普看不慣這件事情 因為過去很多的大企業 尤其是跨國企業 不只是美國企業 包括歐洲的製藥業 很多的跨國企業 常常利用內部交易來避稅 現在川普發現這件事情 打算斬斷這件事情 那另外他們也提到 因為這件事情很嚴重 因為有一半的跨大西洋的貿易 全部都是在企業內部完成 就是透過內部交易的方式來做避稅 觀眾朋友可能還聽不太懂 我們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來做解說會比較清楚 我們舉這個Google的例子 其實美國的大企業 包括Google 亞馬遜 蘋果還有微軟 基本上他們在海外有非常非常多的子公司 子公司用來幹嘛 其實都是用來做內部避稅的 我們舉Google做例子 Google在加州的這個Mountain View 山景城這個地方 基本上Google他是做搜尋引擎 也還有做廣告設計的技術非常的厲害 簡單來講就是智慧財產權非常的厲害 在這邊發展智慧財產權之後 他透過子公司 他在愛爾蘭這個地方 譬如說他設立了兩個子公司 一個是實際做銷售的公司 另外一個是空殼公司 他先把智慧財產權 先轉移給他在愛爾蘭的子公司 在愛爾蘭的規範裡面 如果是兩家愛爾蘭公司 互相做交易的話是要課稅 所以Google非常聰明 就把這個智慧財產權再轉到了阿姆斯特丹 轉到阿姆斯特丹之後 再轉回到愛爾蘭的另外一家子公司 將來透過一個避稅的一個情況 最後愛爾蘭的子公司 再把這個智慧財產權全部交到百慕達 只要資金一旦進入百慕達之後 全世界都沒有辦法做一個追稅的一個動作 當然過去是以阿姆斯特丹為主 那現在新加坡的角色基本上也跟阿姆斯特丹一樣 他們要採一個非常低的一個稅率 所以也有走這一條路 然後再回到阿姆斯特丹 最後anyway就是要回到百慕達這部分 你可以發覺很多的跨國公司 都透過這樣的一個層層轉移的方式 把稅率給他避掉 或是只要付非常非常少的稅率 那現在川普看到這件事情說不行 未來所有的這個交 內部公司的交易 基本上我都要課所謂的特別交易 所以要扣20% 所以其實川普第一個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希望所有的跨國企業 基本上你如果不想被課這個稅的話 你把公司把生產基地全部搬到美國 你在美國生產 在美國製造 在美國銷售 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一次這個稅改的版本 基本上大家想說只是擔心製造業回歸美國 沒想到現在歐盟發覺問題大了 我們這麼多的跨國公司 包括我剛剛提到的 歐洲製藥業 甚至日本的汽車業 都是用過這樣的方式 來做一個避稅的情況 現在請教一下坦克也 現在歐盟非常擔心 川普這次的稅改 會對跨國企業的稅 這個稅務的部分 會有一些負擔 怎麼觀察 對 我們看到全球這幾年 其實有兩個最主要 最主要跟稅有關的趨勢 一個叫做這個減稅 因為我們昨天有討論到 其實川普減稅之後 其實全球忙著減稅 但第二個關鍵是什麼 就是反避稅 就是不管是肥咖條款還是等等 就是說各國雖然說減稅把這個 有可能會稅務的赤字增加 但是用反避稅的方式 讓你過去在台面下 或者是說轉移到別的國家去的 這個方式再把它補回來 所以一來一回的過程 就是在減稅跟反避稅的趨勢之中前進 這也是川普提到了相關的爭議 他稅改的爭議 不管是眾議院或參議院 眾議院是在於說 會影響國際貿易的風波 重點是在於剛剛大哥提到了 會重複課稅 因為其實最後交易會有一個所得方 所得方要課稅 但是你會發現川普收的 不是所得方的所得稅 是類似過路費的概念 就是說你只要跟歐洲的公司做交易 他就要幫你課 因為剛剛大哥有提到 在這個就是特別消費稅的部分 他告訴你說 如果你要跟這個相關的跨國企業 就美國以外的公司做交易的話 他就要課你20%的稅 這部分其實對於美國 這種過去這幾年 利用了全球供應鏈 不管你在大陸設廠 在歐洲設一個子公司 這種全球供應鏈的公司 其實是滿大的一個 算是再扒一層皮的動作 因為你會發現 這些過程中 其實你只要做交易 就會要被課20%的稅 那這20%的稅 你說像剛剛大K提到 Google的例子 他設立了空殼公司 然後做避稅 因為這我們等一下講 就是空殼公司 避稅就算了 但是有些公司的交易是實質的 就是在歐洲的公司 他是有在生產 有在交易的 那這個內部 剛剛大K提到了 不管是像藥業 或者是汽車業 其實他是實質有生產 實質有這個在營運的 不是為了避稅設立的 那種空殼公司 所以川普這次投出的稅改震撼彈 基本上大家以為只是 美國內部的稅改 我想說美國內部稅改 關你這個歐盟什麼事情 沒想到對於跨國企業 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都出來跳腳 對 就是有點劉刺網的概念 一網打盡 不管你是真的有在做事情的公司 還只是為了避稅設這個空殼公司 我全部都先收你20%再說 所以這個邏輯裡面 剛剛大家提到 有一個叫做雙層愛爾蘭加 荷蘭的三明治的架構 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一個美國公司 然後在荷蘭成立一間A公司之後 做交易 這交易其實是可以被扭轉的 因為都是自己人 定價方式是可以被扭轉的 他可以把原本研發成本很高 但是他把低價賣給你 就是虧損留在美國 因為美國的稅比較高 對 想盡辦法把利潤 灌給艾爾蘭的公司 獲利給艾爾蘭公司 對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就會發現 這是巴第一成品 那一般來說 如果你是正常的交易 或是說有在真的做事情的話 不會照這樣的現象 可是因為有稅率的關係 再加上一些避稅的需求的話 就看到這樣的現象發生 所以第一個關鍵在這裡 第二個部分 就是在荷蘭公司 剛剛大概也提到 愛爾蘭公司在跟荷蘭公司 做交易之後 因為歐盟境內交易 免所得稅的關係 所以再迴避掉所得稅 再往下 再把荷蘭公司再匯回來愛爾蘭 你就發現 層層轉移之後 錢就回到愛爾蘭的公司 然後這公司 就把錢回到百慕達身上 他就避稅掉 這個現象 除了剛剛大概提到Google之外 其實蘋果運用的最明顯 因為蘋果有非常多的 智慧財產權的交易 這種無形資產是很難認定的 所以我們看到 這什麼意思 就像說剛剛大概提到 研發的案例 我所有的研發 所有的邏輯 通通都做出來之後 我成本就灌給 我把它很便宜的價格 賣給歐洲的公司 但是也是他的子公司 對 我的子公司 其實控制權 嚴格來講都在蘋果身上 但賬做的就不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成本都在蘋果身上 然後反而 這些歐洲的公司 用非常低廉 應該說非常漂亮的價格 拿到相關的價格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的過程 其實整個利潤就變到 這些蘋果的歐洲公司去 這部分再延增下來 你會發現 整個帳戶做到 蘋果的歐洲銀運公司 還有國際銀行公司 這樣的過程之後 你就會發現 前美國並沒有拿到好處 好處跑到歐洲去 所以你看前一陣子 有一個新聞出來 就是先前歐盟 因為歐盟已經受不了 蘋果跟愛爾蘭公司 這樣子在上下起手 他說其實實務上 愛爾蘭想要用低稅率 來吸引國際公司來投資 但實際上其實真的蘋果 像蘋果來講 真的繳稅的稅率佔得非常少 0.05% 非常少 所以發現其實 愛爾蘭希望用低稅率吸引人 但實際上他連很多錢都沒有拿到 現在因為歐盟對於這種 愛爾蘭這樣子低作為 其實愛爾蘭本身也影響到 歐盟自己人的本身 各國之間 WTO之間的各國 所以說你會發現 歐盟就開始介入調查 前一陣子前幾天不是說 蘋果已經答應要 繳稅補稅給愛爾蘭 就先前歐盟的這個措施 這個有154億的欠款 那這部分其實原本154億美金 的這個區塊 原本是蘋果繼續賴著 愛爾蘭也不想要 那現在發現 這個歐盟出手之後 其實蘋果已經答應 明年1月開始 要陸續的償還這樣的一個欠稅 那這稅率很大嗎 其實不會 因為蘋果的營收是更大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小金額 但是蘋果連這個小金額 都要省起來 所以這個 如果正在看電視機的觀眾朋友 如果你的小朋友 為了要選科系的時候 我覺得未來這個省稅 可以這個商機這麼大 可能選這個會計器 或這種國際法的律師 可能未來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不過另外一個 我們要觀察的重點 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為什麼違反WTO的精神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美國的世界貿易代表組織 這個代表 他特別提到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部長級會議 在10號跟13號 在阿根廷的首都要開會 不過美國已經拒絕承認相關的一些 這個相關體制 以及相關一個發展性必要 簡單來講 美國現在就是要做一個 抵制WTO的一個動作 那這個美國貿易代表 萊特海哲 他還特別講到 其實過去在WTO底下 一般國與國之間有貿易摩擦的時候 正常來講都是用作貿易談判的一個方式 談判的話 兩個國家基本上 談判要成功 一定是互相讓利 我讓一步 你讓一步 我們就可以談判成功 可是現在發覺 大家彼此 會員國之間不用談判的方式 都慢慢轉向貿易訴訟 貿易訴訟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去打官司 基本上變成贏者全拿的一個情況 現在的這個情況越來越嚴重 那也特別提到 其實像很多中國大陸 跟一些開發中國家 對於這樣的一個制度底下 他們的獲利是比較多 就利益是比較多的 不過我們要講到另外一個重點是什麼 現在美國 他一直在癱瘓WTO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 他不去支持WTO 現在的一些相關的活動之外 其實川普當選之後 他現在最大的一個動作在哪裡 他現在是阻撓上述機構法官的候選人 爭選程序 這個上述機關的法官候選人有七位 那基本上要164個成員國 都贊成要做領選的時候 才可以做領選 所以只要有一個會員國 他不贊成領選的話 這個法官候選人就會難產 那我們先舉一個例子 其實韓國特別有趣 韓國因為這七個法官代表裡面 原本有一個是韓國的 那原本在2016年的時候 是由張勝和 這個韓國的這個上述法官 他準備要連任 結果因為美國反對 所以韓國又在去 今年的一月份派出了金玄宗 來擔任這個上述機構的法官 結果沒想到今年七月份 文在寅任命金玄宗 就是這個上述法官回國擔任 韓國的貿易部部長 為什麼 因為美國跟韓國要重新簽FTA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 美國一直在阻撓WTO 現在是用一個福利抽選方式 讓你一個整個上述機構的法官候選人 不夠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多缺 剛提到原本有七個人 那這七個人裡面去掉 剛剛韓國的那位代表之外 墨西哥籍的跟比利時籍的 在今年的六月份跟十二月份 都時間到了 所以呢 因為沒有辦法臨選 所以現在只剩下四位 那我們知道每一個這個貿易大表之間的 這個衝突 基本上要有三個法官來做一個評判 那法官評判之後就是最終的決定 沒有辦法再做上述 所以現在只剩下四個法官 可是每一個案件 要有三個法官來做評判 那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是現在WTO有在爭議的案件 從大概2013年2014年開始 他塞車的案件越來越多 因為法官越來越少 所以照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美國繼續抵制下去 沒有辦法有新的上述法官進來的話 你看包括印度跟美國的法官 2019年就到期 那像摩里希斯呢 明年九月份到期 到最後2020年天啊 只剩下中國大陸這一位代表而已 所以先請教一下萬民哥 其實川普很明顯的 他就是要把WTO把它打掛 福利抽薪的方式 你怎麼觀察 事實上這個事情 從川普上來以後 幾乎所有的WTO這個會員國 除了美國以外 其實都感到很憂心 但是也沒有辦法 因為美國現在是這樣子 他的 現在他佔全球貿易的比例 大概是14% 那事實上已經有歐盟的國家 已經跳出來講了 就是美國你如果真的要一味的這個 跟這個WTO攤牌或者杯葛的話 那你就退出去 那我們自己就玩 但是川普上來的時候 就前段時間他接受這個福斯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特別提到WTO的事情 他說WTO是專門幫除了美國以外 所有的人 對不對 謀福利的一個組織 然後這個組織的目的就是聯合美國以外 所有的國家來佔美國的便宜 就是你感覺是 這絕對不像是一個世界大國的領袖 可以講得出來的這種話 那這個萊特希澤 就是他現在這個 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對不對 那又是一個極右派 那個他對這個WTO 就一向都嗤之以鼻 這個主要是怎麼講 就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這個國際貿易的這個遊戲規則 慢慢由以前叫做實力導向 現在走向這個規則導向 規則導向 但是這個一路發展過來 其實都是在美國的安排之下進行的 所以今天美國有這個反應的話 我只能說三個字 就是輸不起 就是你自己定的遊戲規則 結果你自己發覺自己玩輸了 那玩輸的原因當然是你的產業競爭力 我先跟大家看一個圖 這個是1943年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他就記取1929年 經濟大恐慌的這個教訓 認為當時是因為搞貿易保護主義 結果搞了全球經濟崩潰 所以他在1943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他就通過了一個貿易互惠法案 貿易互惠法案的主要是授權總統 可以跟其他國家簽訂這個貿易互惠協定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時候 就1945年的時候 美國已經跟23個國家簽訂了這個協定 貿易協定 對 當時美國是什麼樣的實例 這個灰色的是 黑色的是美國的工業生產力 另外灰色的是全世界排名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國家加起來的工業生產力 結果比起來美國還輸一點 但是第二次大戰打完以後 另外23456 這五個國家加起來 不到美國的一半 所以美國就在這個奉行實力原則的 這個思維之下 就主導這個從WTO 那個時候叫GATT 關稅貿易總協定的這個成立 WTO的前身 對 前身 一直到1995年 GATT改成這個WTO 這個1995年這個WTO取代GATT最大的一個進步 就是GATT時代對不對 基本上他沒有所謂的強制約束力 所以所有的貿易爭端的這種訴訟裁定 對不對都沒有約束力 但是1995年WTO正式掛招牌以後 對不對 就成立了一個所謂解決爭端機制 裡面有一個最重要最核心的這個單位 這上訴機構裡面就像這個大K剛剛講 有七個人 這個七個人 七個委員 對不對 等於是七個法官 所以這個上訴機構 一般通稱他叫做貿易法庭 所以貿易法庭七個人裡面 他們的出現的方式 是由WTO的秘書長加上WTO裡面幾個委員會 的這個召集人 共同推選或者成立一個爭選委員會 來選出來的 那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子 過去爭選的時候大家都一片祥和 大家就互相 不管有一定的默契之下 對不對 美國也參與在裡面 那美國現在他作為全世界第一大貿易國 對不對 他擺明的就是杯葛 所有的這種相關的這個領選活動 他通通不參加 現在這個七個委員裡面還剩四個 明年如果再有一個對不對 這個任期結束以後就剩三個 就開不成了 就開不成 三個是可以 只是說這三個可能會過勞死 因為所有的案件都他們要處理 不是 這個因為七個委員 對不對 他們是採核意志 是 那你這個就算董事會對不對 七個董事會 你如果有半數以上的人的對不對 都不在 都不在了 那這個董事會 開不成了 就開不成了嘛 就類似這個現狀 那另外一點呢 最主要是美國競爭力的這個衰退 這個有一個數字 尤其是中國的這個起來 我記得我在1999年 曾經參加過這個西雅圖的這個WTO部長會議 那個時候對不對 那個時候中國大陸跟台灣都是這個觀察員國家 我親眼看到這個大陸的商務部長 那個時候叫史廣生 在會議上對不對 演講他就直接公開叫擺 說中國進來以後對不對 WTO的這個遊戲規範 不容許在這個寡頭的存在 因為過去這個WTO規範都在幾個大國家之間 大家做暗示交易 小國家呢 就是靠大國家出錢收買 是 因為你小國家沒有那個經濟實力嘛 就聽大國的話 但是中國進來以後呢 他就強調我要帶領這個開發中國家 或者未開發國家對不對 一起參與遊戲規則的這個制定 這個就變成了規則導向了 就是以後大家呢 不是比拳頭大 我們到這個上述法院 或者解決政單機制的相關機構裡頭 我們談遊戲規則 談法律 談這個規範 那美國剛開始 那個時候也不覺得中國大陸 會有什麼了不起 但是這幾年有跟大家看一個數字 這個是藍色的是美國的這個 藍色的是中國的這個工業生產的 附加價值的比例 是 橘紅色的是美國的 美國的最高峰的是在1985年 他的工業的這個附加價值比例 高達28% 但是基本上一路下滑 一路下滑 到了2001年以後 他就被中國大陸超越了 現在中國大陸的這個工業產品的附加價值 高達23% 其實從2001年開始 這個中國大陸叫WTO之後 其實美國的這個就開始往下掉 對對對 然後中國開始往上 所以美國就經常就講說 中國大陸在工業產品的附加價值上 能夠進步這麼快 是中國經常利用什麼開放市場 要求這個到大陸去投資 或者說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這個企業 提供技術移轉 這個是過去WTO沒有規範的 歐盟對這個事情 對中國這樣大陸那樣做 也很有意見 但是基本上歐盟的立場是說 我們回到解決爭端機制 就是修改相當的相關的這個規定 然後讓這個情況能夠消除掉 但是美國是不一樣 美國就說 我根本就不想跟你WTO玩 我自己玩我自己的 所以一個抓來對不對 他就回到過去的所謂實力導向 因為一對一的話 美國一定贏的 所以這就是比拳頭大了 所以這個情況的話 就造成很多其他跟美國有往來的 這個國家的這種緊張跟或者說不安 當然也有很多人放話 如果你美國那樣的高 那很簡單 那你就去玩你的孤立主義 其他160幾個國家 自己成立一個WTO 你美國不玩 你看看好了 看誰最後損失大 我相信最後損失最大還是美國 是這個同樣問題請教一下教授 其實基本上這WTO他在做一個這個 爭端的這個解除 但你可以發覺 其實這個你說要怎麼公平 因為有不同的國家 我相信呢 在選 臨選裡面要誰來接這個案子 很容易有這個利害關係 但不管 重點是我們常講說 我們把格局稍微拉高一點來討論 這是一個契約關係 對 因為畢竟如果訴諸到法庭的話 就是我們要判出來 我們就是要認同 那文明社會基本上契約關係 就是一個基石 如果現在呢 美國把這個基石給拉掉之後 你覺得未來的這個世界的貿易變化 會怎麼觀察 這個事情 就一點也不值得意外了 我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契約關係 是很巧 我今天上午 這個上了幾堂課 上了主要題目 就是社會契約論 那麼作者是一個日內瓦人 叫盧梭了 那麼最主要的話 這個社會契約論是解決現代 所有這個現代國家的政治問題的一個起源 所以說換而言之的話呢 現在我們人跟人之間呢 最重要的問題呢 其實就是一個契約關係 因為契約關係呢 做為什麼呢 因為人原來在自然狀態啊 它享有的是一種無君無束的生活 那現在的話呢 活在文明社會裡頭呢 就要接受這個社會的規範性 接受社會規範性以後呢 要提出相對來講 你得到的東西 你就有損失的東西 所以定一個月 所以說呢 現在國家的起源呢 我們一般來講 就叫做契約理論 那麼契約論呢 一般人就是低估了它的影響力 契約呢 最主要的好處呢 在人際之間呢 產生極大的信賴感 在契約關係當中呢 我就敢這個放出所有的利潤 因為我遲早的會按照你要這個 在契約裡面說明的內容 來履行一切應該履行的義務 好了 所以因此呢 從這個角度來講呢 契約關係的重點呢 不是履約 而是違約 重點是違約 為什麼呢 因為履約的話呢 就沒有事 這個契約就是廢止 比如說我要去日本玩 然後跟旅行社訂一個約 然後他裡面有做這個 住這個旅館吃這個 洗這個溫泉 套這個湯 什麼都有 那好 那可以 回來以後講說 溫泉調查都非常滿意 就是已經履約了嘛 那不是這個契約 馬上自動就死小睡的時間 但是他如果一旦違約的時候 好 那就需要一個仲裁單位 這個仲裁單位呢 就構成了國家的起源 國家用什麼起源呢 國家擁有權力 這個權力是power 國家有這個power 可以仲裁不履行約定的人 因此國家的存在 就是為了法院 法院要執行法律 法律要執行什麼呢 你有沒有履行契約 大到一個履行要訂約 小到一個公民 處處要守法 也是一個約定 可是這一次 連法院都已經垮了 沒錯 沒有仲裁者了 重點就來了 重點就拿一拿 就是說當你國際單位的時候 你現在的話呢 比如說像歐盟也是個國際單位 那麼然後那個WTO 164國是個國際單位 我現在問你 現在川普的話呢 他一上來 TPP不要了 NAFTA不要了 巴黎威斯效益協定不要了 本來都簽好約了 現在我都不算了 那是違約了 現在問題來了 違約誰來仲裁他 國際間沒有這個政府的力量 你現在這個法院 這個法院根本是假的 為什麼呢 我告訴你 大家仔細一看 明年還維持個樣子 到了2019年12月以後 剩下2020年的時候 只是一個人 剩三個人也不可能了 而且那一個人居然是中國籍的 川普現在每天講 我們被別人佔盡好處不說 尤其是中國簡直是強暴了我們 好幾次了 蹂躏我們的國家靈魂 那美國的國家很特別 我給他取了個名字 叫做單邊例外主義 全世界只有這個國家 他認為我單邊來決定我的例外 是對的 是正確的 所以美國我們剛過完感恩節 大家要了解 你對美國要了解 要知道美國的宗教 你了解美國宗教 美國人認為這個 美國人認為他們的上帝 對他們特別好 不但有應許之力 還給予他們一種 必然成功的命運 最近川普做的事情 連宗教 成人以色列的時候 都是耶路撒冷 以及現在又把WTO 講得一文不值 甚至鼓動美國的狂潮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自己從小的時候就記得 美國在我小的時候 什麼都好 美國人趾高氣昂的 各方面都是覺得世界超強 那現在突然幾十來年吧 那麼從這個加入打個體後 現在大家發覺 美國有對手了 美國是可忍 孰不可忍 沒用的原因還不是因為 你有沒有什麼契約的問題 沒用的原因是 你根本不會替美國爭取利益 你服從大家的約定俗成的規則 對美國來講不適用 美國講說你要單獨跟我玩 可以 我們來簽雙邊的 國與國之間可以簽約 但是你要我跟個什麼國際架構 所以國際架構裡面 這一次剛開完的 在阿根廷布里諾斯開的會議當中 他們兩點 第一個 多邊的作為核心的這種 處理貿易問題的方式我不接受 另外一個 什麼我加入這個組織 是為了其他國家提供發展機會 對不起 沒這回事 你自己去發展去 我們美國現在都面對困難了 所以基於這兩點的原則 說明了美國這種 獨特的這種單邊例外主義 在接下來還有得喬了 是 所以這個 川普不管推出什麼 基本上就是回到這個 美國第一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但重點是我們要 下一個階段要觀察什麼 大家可以知道嗎 12月份 既然會有颱風 就知道現在呢 全球的這個氣候變先 變化的非常非常的快 那剛剛我們提到 反聖線上可能是今年 會造成非常酷寒的一個冬天 到底跟台北股市有什麼關係 我們先進去段廣告 稍等會再回來 觀眾朋友一定感覺到 最近的天氣非常的冷 但是聽說這個禮拜六 這個溫度可能會下降到十度 甚至九度的個位數字 所以天氣非常非常的冷 那當然是我們剛剛提到 跟全球的氣候變化 非常非常的快 剛剛講到十二月份 沒想到可能會有颱風 這個彭啟明還說有機會 那前陣子的新聞 包括像是卡羅林風暴 讓整個英國的倫敦下了大雪 所以很多的這個 包括英國航空等等 還有包括像是在美國東部 也受到暴風雪的吹襲 達美航空也取消非常非常多的搬機 甚至這個日本也提到 反聖陰現象 其實反聖陰現象 就待會會講就是 冬天會特別的一個冷 有六成機會 會延續到明年的五月 非常非常的可怕 我們來簡單講一下 什麼叫聖陰現象 跟反聖陰現象 聖陰現象 簡單講就是在這個是太平洋 太平洋的東邊 基本上它的海水的溫度 如果比較高的話 基本上會造成未來的冬天 比較溫暖 如果反聖陰現象的話 代表太平洋東邊的海水溫度 比較低 它會造成未來的冬天比較冷 那根據幾個機構現在在預測 其實反聖陰現象 基本上都是在秘魯的外海 測它的一個水溫 大概秘魯外海 大概就在這個地方跟這個地方 那基本上只要數值偏低的話 就是屬於反聖陰現象 就是海水溫度比平常來的低 那根據各個機構的預測 我們看一下 這是到目前為止 到12月 12月份在這個地方 黑色線 大概在這地方 目前大概是-0.5到-1之間 只要在這個負的以下 基本上就算是屬於反聖陰現象 就是冬天會特別冷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全球的這個 這個是海洋圖 我們先看一下正常的情況下 這一條是赤道 紅色的代表溫度比較高 海洋的溫度比較高 藍色代表海洋溫度比較低 正常情況下應該是大概一半一半左右 就是偏向太平洋西邊的部分 海水溫度比較高 右邊的部分海水溫度比較低 但是色陰現象的話 你可以發覺 這個紅色的溫度比較高 所以這部分比較少 那反色陰現象就是這一次 這一次的部分可以發覺 藍色的部分比較多 那我們看一下最近的這個圖 是最明顯 在今年九月份的時候 大家可以發覺 赤道大概這個地方 藍色的地方 我們再看一下 藍色地方基本上就是溫度 比一般來的低的 這個海水溫度是比較少的 可是你看一下到今年十二月 目前為止 從原本的這樣一點點 現在大幅擴張到這麼大的一個情況 所以今年的反聖陰現象 就是寒冷跟酷冷的情況 會非常非常的一個嚴重 另外一樣講到這個反聖陰現象 真的蠻冷的 為什麼冷 第一個我們看一下 昨天講到月線跟季線 即將出現死亡交叉 沒想到在今天出現一個正式的死亡交叉 那昨天的暴復性反彈的一個亮縮的紅K棒 今天馬上被吞噬掉了 而且好家在 可能今天的量能稍微縮一點點 也許沙盤力道沒有那麼大 持續做觀察 可是從十九大類股裡面 你可以發現今天跌跌什麼 幾乎都是跌電子股 光電 電子 電子零組件 半導體 電腦周邊 電子股的壓力比較大 那在漲什麼 我們看一下 包括像是電器電纜 油電燃氣 貿易 觀光 通信 塑膠 基本上非電子 就是傳產族群 在這一波來講 感覺比較抗疊 所以俊敏哥幫大家觀察一下 台北股市雖然出現了 這個月季線的死亡交叉 不過從其他題材面 應該也可以做一些選股的策略 對 這個反聖陰性現象 日本預估會到明年五月份 其實剛剛大概已經提到 這個可能到五月份才會趨緩 慢慢這個溫度會慢慢上升 就是回到一個均值 不過那時候還是屬於偏冷 是 那台北股市來講 當然特別冷 尤其有一檔股票最冷 就是鴻海 鴻海 鴻海公布營收其實表現非常好 接近五千七百億 創下歷史的新高 不過到昨天外資還在賣超 這個是非常神奇的現象 那配合我們第一段 第一段特別提到說這個蘋果 蘋果在艾爾蘭的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 其實蘋果補稅是去年的事情 去年八月份他已經確定他 補一百三十億的稅 因為他偷來蘋果一直拖 艾爾蘭他也不願意收 你知道嗎 艾爾蘭政府真是好 他也不願意收 那到今年八月份再受不了了 在歐盟說你怎麼都不收錢 他說那我成立一個信託基金 你把罰款匯進去 然後等你上訴你成功以後 我再還給你 天啊 哪一個政府那麼好 那八月份什麼時候 就在這個地方 七月底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艾爾蘭說 你先把這個錢存到 這個某個信託基金 那時候鴻海大概快見高點 很奇怪就一路往下跌 那最近又被補稅 變成從一百三 因為後來這個有回溯嘛 所以最近先確定的金額 應該是一百五四億 這個美金 美金的一個金額 那總之鴻海就是一直跌 這個最特別的是蘋果 竟然i8沒有大賣去追i7的單 這個天下有這種事情也是很妙 大概是天氣特別冷的關係 那這次來看 當然如果說跟台北股市來講 因為台北股市最近相對是比較弱 那陸股的其實也相對弱 因為像今天上海股市在跌1% 可是你知道中國大陸最近在漲什麼嗎 我們特別看一下 第一個 跟這個中國大陸化千場有關的 像這個是榮勝石化 你看一下從今年年底它的漲勢 這個位置大概是10塊錢 大概漲得接近到14塊錢 這漲得大概4% 90度噴出 所以我們講一個是榮勝石化 一個是橫溢石化 十二月份也開始大漲 而且它的K線走勢 跟這個上陣指數完全不一樣 最近入口還蠻弱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 像這個電器 這個夏天賣冷氣 冬天就賣暖氣 像這個是美滴 美滴的股價也是一路往上漲 那另外像這個格力電器 這也是一路往上漲 那另外像這個冬天的話 賣羽絨因 因為中國大陸 我們之前有提到過這個美改器 那美改器本來說一般的家庭 都不能用煤來取暖 改用天然氣 只有煤氣了 但是因為天氣太冷了 然後這個天然氣又供應不足 所以它最近有開放一些 這個因為太冷了 所以沒有氣也沒辦法 所以好了 那你就勉強用這個煤 結果它那個煤的這個燃爐 已經被拆掉了你知道嗎 那怎麼辦 沒有辦法 太有效率了 今年要這個美改器 所以今年夏天就全部拆光光了 去跑車場取暖 所以就很尷尬了 所以我們看一下暖冬概念股 這羽絨 因為最近股價也大漲 這是這個華英農業 這個做羽絨的 這股價也呈現大漲 所以這非常妙 所以資金看起來是移到這個寒冬的題材 那一般來講冬天的部分 尤其像這個相關的 我們剛剛提到化鉗 化鉗的上額就是EG跟PTA 是 那這部分是需求量特別大 那今年來看紡織業的部分 一般來講到冬天大概就進入這個紡織業的旺季 尤其是包括EG EG是做包括化鉗的上油 還有另外是抗凍劑 比如說這個一些燃油 阻止它這個冷凍 所以要加一些抗凍劑在裡面 所以每年冬天大概需求量都會往上走 那最近來看的話 中國大陸的產業非常特別 因為它本身的這個原油都是需要靠進口 所以它積極去開發這個煤化工 那煤化工以後它的EG也想要做 用煤字這個乙二醇 EG就是乙二醇 那乙二醇過去從乙烯來提煉 這是傳統的製造 從石油這邊過來 從石油這邊過來 那因為中國大陸沒有石油 但產了很多煤 所以我就改成這個煤化工 就煤字乙二醇 所以它最近這幾年 其實中國大陸的這個紡織業起來以後 它希望說這個 因為乙二醇基本上都需要進口 它自己率才只有三成多 那進口的時候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 我大概要避免進口 所以我開始積極的擴充 我的EG的產能 那所以正常來講 如果說去年到今年 甚至於到明後年 理論上EG的產能會大增 那對預計的價格應該會很大的傷害 對 理論上應該 產能出來的話 價格應該開始往下掉 對 那最妙的就是它不是用石油產 它大部分都是用這個煤化工 煤字的這個一二醇 我們看一下這是從這個去年 從去年開始 2016年 你看這個開採的一些 包括每個地方 包括河北 包括新疆 山西河南 都是煤字的 這全部都煤字 那今年以來 這是2017年的部分 但也有以烯字的 以烯字的一個是在這個馬來西亞 它也有在這個河南也有 但是相對這樣 河南是這個煤字 那另外呢 這個其他部分你看一下 全部都是煤字 是 所以中國大陸很多新增的 那後面的話也是一樣 從2018到2021 全部幾乎都是煤字的 都是煤字的一二醇 那煤字的一二醇 大概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中國大陸煤的這個產區 是在西北部 像陝西 山西 新疆 內蒙這個地方 但是呢 一二醇的需求量 是在東南部 因為化千場都在東南部 所以第一個有運輸的問題 第二個 煤字的一二醇 它基本上需要用很大量的水 偏偏產煤的地方不產水 不是不產水 水很少 因為那部分的水資源 產煤大概76%集中在我們提到的西北部 但是它的水力資源才只佔6% 所以它非常的缺水 這是第二個煤化工的問題 那第三個是什麼 就是目前的煤 這個煤字以二醇 基本上技術不是很成熟 所以它就算是產能是一百萬噸 它目前開出的產能 開工率大概四成到五成 那很低 這是很低的一個產能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什麼 沒有企業敢完全用這個煤字以二醇 怕突然有 它都拿來用餐的你知道嗎 因為很害怕裡面 因為裡面還是有一些雜質的 所以這目前你說看到中國大陸的產能全面開出 其實這個問題很大 尤其現在是這個我們提到煤轉器 煤改器 而且我們之前有提到臺波 臺波最近又創新高了 這是煤改器的一個問題 那對臺北股市來講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相關的一些東西 那其實每次受惠最大 尤其是寒冬的時候 就提到這個寒冬概念股 包括這個羽絨 包括家電 甚至於一些這個PTA相關的一些 包括EG等等 那受惠最大其實抗凍劑的部分 那國內有三家大廠 一個是EG大廠 一個是南亞 南亞這個成分很複雜 那另外包括東聯 還有包括中仙 這基本上都是 那以這次來看 其實外資在賣超這個鴻海之餘 其實買超最多的 是跟這次寒冬也有關 就是東聯 1710的東聯 你看一下這個位置 就是外資的買賣超 是 大概從今年你看十一月份 十一月份以後 就開始大量的買超 這個位置跳空往上漲是因為他公佈財報 那為什麼財報那麼好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EG的價差開始擴大 因為中國大陸的化錢廠 陸續開出嘛 是 那所以現在產能不足 那他的這個EG的產能 又開不出來 那我提到我們剛剛提到上面那些問題 他第二季才賺0.01 就第三季 第二季沒什麼賺 跳到1.15 就跳到1.15 那第二季本來市場上預估 反預估大概是0.5左右 不過他一季就跳到一塊錢 那從公佈財報以後就開始大漲 就這一段時間外資開始 這下面是外資的買賣超 就開始大買 那這段時間以來 其實基本上因為 中國大陸目前的天氣也非常寒冷 包括日本也是非常寒冷 那臺灣也是越來越冷 是 所以整個抗凍劑的需求 包括EG就是這個化錢廠的部分 需求量都非常大 到十月份以來 大概總共買超接近六萬張 是 幾乎只買不賣 幾乎 那這股價也是維持在高等 這比臺北股市強非常多 那過去來講 因為他目前的股價 大概是在三十塊上下 其實過去有幾次的反腎陰現象 其實我們剛剛參考一下 這個每次反腎陰現象 像前面兩次 大概一次是在二零一二零一二的時候 然後另外一次就是在二零零七二零零八 那時候次代還叫做 我這樣組比較清楚 其實大家看藍色軸 就代表反腎陰現象 你看上次在二零零七年到二零零九年 就這一段 那再來是二零一零到二零一三 就這一段 這兩次反腎陰現象 算是非常非常的一個嚴重 那我們來對照一下 對 那正常來講 像這個東聯 其實外資看到這種現象 大概就會第一個就想到EG 因為EG的反應會最快 那剛剛提到說兩次 前面兩次的反腎陰現象 二零零七到二零零九 就是這一段 就是二零零七到二零零九 就是這一段 就是這個東 這個東年的走勢 大概從大概二十塊 大概上面是漲到了 這個位置大概五十五塊 然後我們剛剛提到 第二次的反腎陰現 就二零一零二零一 那個時候又開始了 另外一次的反腎陰 甚至於他一直拖到二零一二 那一次的股價大概 也是從二十塊以下 十五塊一路攻到 也是五十五塊以上 所以每次反腎陰現象 其實第一個受惠都是EG 那正常來講 其實他最大的主要用途 還是在這個化千場的上游 就EG這個區塊 那另外就是抗凍劑 那冬天就炒這個抗凍劑 但是這一次的中國大陸 因為它的依據的產能 就我們剛剛提到的 其實煤製以二醇問題還蠻多的 就是說第一個產能開不出來 第二個呢 是這個有水資源的問題 因為運輸也是一個大問題 你要從西北部運到東南部 這也是一個問題 第三個這沒有廠商 沒有這些化千場 敢用醇的煤製以二醇 他都用餐了 而且餐多少 他只進口一兩成 其他還是用這個以稀製的以二醇 所以就是這一次為什麼外資 感覺上就是拚了命 在積極的去買超這個 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一七一零的冬年 大概主要是看到這個商機 而目前是一個爆發性的發展 我們看一下 其實投資有時候 跟著這個週期循環 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 大家可以發覺 其實反生因現象 你可以發現 其實他就是一個非常規律 先有生因現象之後 會有反生因現象 他就是不斷不斷的在一個循環 那當然過去循環可能比較長 有人說七年十年 有人說三年 但是你發覺現在的這個循環的這個時間點 他的這個頻率越來越高 就可能一年反生因 一年是聖因 就是這個頻率越來越高 那請教一下萬民哥 這種歷史循環圖 你可以幫大家解讀一下 比如說歷史上有沒有哪一個國家 或哪一個朝代 因為這個週期的這個反生因跟聖因循環 導致滅亡 這個現在應該是這樣講 現在這個氣候的異常的這個變化的週期 其實比以前短很多 像我們以前節目中 不是講有大冰河時期嗎 小冰河時期 一個小冰河時期 可能是幾十年的時間 一個週期 那現在這個聖因跟反聖因的現象 跟三五年 就來一個週期 以前講說什麼四百年一洪水 對對對 現在可能三四年就一洪水 那好事好在現在的人 因為這個科學文明 工業技術發達對不對 那你可以透過對不對 科學的方式去解決這些問題 或者說降低這個風險 是 比如說這個糧食不足的時候 現在的糧食儲存的能力 比骨瘦好很多 是 那骨瘦的人碰到這個天氣異常的時候 真是這個叫天天不應 叫地地不靈 那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個大家都知道這個 岳飛有個滿江洪 裡面是 裡面有一段這個靖康池 油味雪橙子恨核實面 你看看靖康池是什麼 就是靖康之難造成的亡國之死 是 這個油味雪 他要血死都沒辦法完成 你知道嗎 為什麼靖康池跟天氣有關係 靖康之難是發生在這個西元 1126年到1127年 就是靖康元年 宋清中 靖康元年到這個 靖康二年的這個 年末到年初這一段時間 是 1126年 之前是1125年 第一次這個 北方的這個金國 決定出兵滅宋 也是從這個冬季啊 開始目馬南下 因為這個北方的這些油牧民族 對不對 春天夏天的時候 對不對 有那個 有這個 有這個草出來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放牧 儲備的這個糧食乾糧等等的 到冬季的時候呢對不對 草枯掉了 沒辦法放牧 沒東西吃了 就趕馬 就到南下木馬 所以1125年的時候 第一次 這個冬天的時候 這個金軍分東西兩路 準備過黃河 這個滅掉這個北宋 但是那一年 天氣還不夠冷 東西兩路軍 只有東路軍 在當年的12月 就是1125年12月 渡河了 渡了河以後 大概七八萬人 就把變金圍起來了 但是兵力不足 然後這個黃河結冰 後渡還有時間 不夠長 後續的支援部隊對不對 沒有辦法渡河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 這個圍城站對不對 就不了了之 所以那時候 如果天氣夠冷 夠冷的話 那個黃河結的兵夠厚 對對對 後援部隊就OK 那結果呢對不對 1126年的時候對不對 這個金兵捲土重來 北宋的這個軍臣對不對 大概去年的經驗 都認為 只要熬過這個沿東的以後對不對 黃河的兵一化 這個北部的那個金軍對不對 就沒辦法渡黃河了 就天險可守了 但是沒想到呢 1126年 1126年十一 十二月的時候 對不對 這個東陸軍過河了 到了一月份 西陸軍也過河了 所以圍攻變京城的這個金兵 比前一年 就是1127年的時候 比1125年 年底的那一路 或者到1126年初的那段時間 多了一倍多 然後更重要的是 後面的這個資眾 人員的補充對不對 源源不斷 所以到了這個1127年4月的時候 變京城就失守了 失守了就造成所謂這個靖康之難 就是宋徽宗跟宋清宗兩個皇帝 被金人壓到這個北方去勞改了 包括這個宋寺的這個皇族等等的 對不對 通通對不對 都被這個被迫北遷了你知道嗎 當然最後 好可憐 因為天氣更冷 結果還被抓去北方勞改 那你不曉得 皇帝的老婆妃子對不對 都拿去對不對 當金兵的這個慰安婦 你知道 所以這種 真的嗎 真的真的 歷史上是這樣講 包括這個宋徽宗 宋清宗的皇后對不對 都受到這個莫大的這個恥辱 我們前兩天講那個足球的事情 北宋不是足球已經職業化了嗎 當時甚至於對不對 金兵還把一個送帶皇家的足球隊 都裸到北方去 你知道你就知道對不對 那一次對於宋朝的這個 這個打擊有多大了 你知道嗎 這個北宋就因為這個原因滅掉 滅了 那所有的這個 那你很多人會講說 你怎麼知道那個時候的天氣 會突然出現大寒 對啊 歷史上也記載 宋太祖的時候 宋太祖就是西元十世紀末的時候 對不對 曾經有發生過事情 就是河南跟湖北交界 有一個叫南洋 發生大象 侵入民宅 傷害到人的事情 大象 但你就很難想像吧 公元十世紀的時候 河南還有大象 但是現在呢 不要講說是河南了 連雲南都沒有大象 你就知道現在氣候的這個寒 比那個時候是冷很多的 這場很好笑 這場很好笑 這場很好笑